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大家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浪費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步 好,今節我們就說說 這兩個被歐盟稱為親俄分子 亦有人說他們兩個是歐盟 那麼現在 原來有人就爆麻煩 什麼人呢 就是匈牙利總理歐爾班 歐爾班說這條新聞其實 都挺震撼的 原來 他們就說 克林頓 大家記得什麼 就是這個 前美國總統 原來當時 在1999年的時候 克林頓等等的 西方領導人 曾經要求匈牙利 通過陸路 入侵塞爾維牙 他們 原句只是用入侵,所以我引述他們 但是 被匈牙利總理 歐爾班阻止 這麼厲害? 1999年 做了很多屆 1999年我還 剛剛出來社會工作 原來是這樣的 他曾經也試過在野 原來是這樣的 他當時歐爾班第一任總理 真是 1999年他是有的 1998年開始他就做第一任總理 1998年歐爾班領導的中間右翼 政黨 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 在選舉當中獲勝 雖然兩輪投票後 他們得票是不及匈牙利社會黨 但是 清文盟 因為聯盟 清文盟 成為第一大黨 取得 148席 原來當時他35歲 35歲的歐爾班 首次出任匈牙利總理 他當時 當然現在是阿叔 很年輕 當時他是匈牙利歷史上第二年輕的總理 他就是組建中右翼 聯合政府 和右翼獨立 公民黨 當然不是香港的 和民主論壇組建成聯合政府 直到到2002年大選失 2002年到2010年期間他就是在野黨 在野黨 原來 歐爾班 就去見了武契奇 武契奇 就在 電視講話當中 就說 美國和英國 當時就希望 他做了電視講話特意說這件事 就說希望 匈牙利軍隊從邊境向南推進 這樣就可以 將科索旭前線的南斯拉夫 兵力分散到新的戰線 他就說 歐爾班 在最近一次會議上就告訴他這件事 有記者就問他有沒有公開 說可以這樣說 歐爾班是允許公開談這件事的 他亦都說 歐爾班跟他說 匈牙利總理跟他說 就說 克林頓 和 這個 英國人 就要求歐爾班 從 北部 向塞爾維亞動手 出兵 這樣他們可以將 塞爾維亞的軍力 從南部的科索旭 和 梅托欽亞地區 牽制北部的 伏伊 伏丁那 這樣其實也對 如果策略用得 適當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的 當然我知道 德不是幫他們 他們可能會得逞 當然之後 這個也是 前南斯拉夫聯盟 解體了 歐爾班 當時的剛剛上任總理 拒絕了這個計劃 並且在時任 德國總理斯洛德的幫助下 頂住了來自白宮的壓力 哎呀 斯洛德又是被人說他是 奸細 他和普京 的友誼是有的 而且之前在俄氣 就是Gasprong 是 做高層的 而且 要將他推出黨 社民黨 有些人說要推出黨 我們都說 其實這些真是很可怕的政治正確 他已經是有些特權 作為總理他應該有的特權 被人拔了一些 你再將他推出黨 而且是用盡力推出黨 說真的 我們當時就說 你浪費這麼大人力 為何不搞好 其他 經濟 為何搞政治鬥爭 那些搞不到 就搞這些 即是 搞不到好事就搞壞事 是嗎 是的 要轉移 沒錯 武契奇作為塞爾維瓦總統 歐爾班 還故意去英國 和時任總理 Tony Blair 即是 貝利瓦和前首相 不好意思應該是時任首相 因為英國是首相 Tony Blair 貝利瓦和前首相 大卓爾夫人會談 原來歐爾班跟他說大卓爾夫人 在門口迎接他的時候就說 你拒絕進攻塞爾維瓦 令到我們很困擾 會有更加多的英國士兵 會這樣而離開人世 但在1999年3月24日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 在沒有得到 聯合國安利會授權之下 你記住 他們經常說聯合國怎樣怎樣怎樣 但你們是沒有得到聯合國 安利會授權之下 就是借著科索欲民族矛盾為理由 之後對南斯拉夫聯盟轟了78天 造成了重大的人員損失 當然轟到爛了 而且到今時今刻為止 塞爾維瓦最生氣就是 為何對烏克蘭利說領土可以寸土不讓 但是 科索欲問題 西方就說 沒有契機 讓科索欲獨立 雙重標準 雖然現在 匈牙利是北約兼歐盟國家 但是匈牙利在那時候 早期時候 加入了北約 他在那一年的 出兵之前加入了北約 但是沒有參與行動 恐怕現在他就沒有那麼容易 說不定了 因為現在時而世逆 而且因為當時南斯拉夫 其實也是在沒落 但是現在俄羅斯當然有些人說俄羅斯在沒落 又說普京 就是 氣急敗壞 但是 到此時此刻為止 其實俄羅斯的實力依然 我覺得比當時的南斯拉夫強得多 這是我覺得 你說俄羅斯氣急敗壞 我第一次聽 就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他剛剛開始軍事行動 想進攻基庫 失利之後 燈神 赵湘說 氣急敗壞 還說氣數已盡 但是到了 超過半年到現在 都還未進 未進 真是未進 不是開玩笑 長期以來 其實西方的輿論 和部分政客 都指責歐爾班 是帶領匈牙利 在民主上是倒退的 亦都說他是普京的盟友 去年歐爾班政府的一項關於禁止學校 和電視節目向未成年人說 這個叫做 彩虹人的 這個法律 其實同樣是引來巨大爭議 俄烏戰爭之後 匈牙利 並沒有跟歐盟保持一致的步調 是拒絕選邊站的 並且 多次投票反對歐盟對 俄羅斯的制裁 在9月26日 歐爾班 還在講話當中說 匈牙利應該 為在烏克蘭 的長期戰爭做好準備 歐盟對 俄羅斯的制裁會適得其反 究竟他覺得對嗎? 歐盟的公民有沒有受苦? 好像有 而且不小 與此同時 面對 歐美國家施壓 其實塞爾維亞 他們 為了俄烏戰爭 當然 很多人就逼他們表態 武契旗也指責過西方國家 對烏克蘭和塞爾維亞存在 持名相標 因為科索旭局勢很緊張 我們之前說過了 科索旭其實 是很多事情 因為這個巴爾 半島被稱為歐洲火藥桶 從古至今 相當多事情 武契旗在九月中旬的時候 在跟西方代表對話當中 塞爾維亞經常被人逼他 就說 哎呀 武契旗 旗哥 不如我們放下過去繼續向前 現在是現代社會來的了 我們要接受科索旭地區獨立的 如果你這句話的話 用在哪裏都可以 現代社會 現在難道是 古代嗎 武契旗 亦都很無奈地說 對於西方來說 一說到烏克蘭的時候 領土完整 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但一說到塞爾維亞領土完整的時候 就變得無足輕重 就說 你不如放手吧 我想起林峰那首 放手 放開所有 比此更自由 另外我們看到 因為這個匈牙利 和塞爾維亞和中國的關係也不錯 所以亦都經常被人說 親中親俄 這兩件事在現在這個 世代 在西方來說當然是政治不正確 所以就經常被人射 我們看到 原來 最近 最近 在中國 有一位哥哥 就是中國通來的 匈牙利駐華 使館文教參贊 可能 西方看到這個文教參贊 又不高興 因為他是贊了一帶一路 其實我也看到一些海外博主的東西 其實一帶一路對很多國家來說很重要 好像在非洲 我現在 如果在內地都知道 有些非洲博主 其實很多 很多內地的一些商家 或者是 打工人士 在非洲工作 他們也是收養了一些兒童 他們 有些小孩子 學懂中文之後 是真的改變了生活的 因為現在很多內地的公司 在非洲 開公司開廠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懂得中文的話 是可以給當地人多十多的工錢 而且 而且 你知不知道他們學的地方在哪裏 就是他們說 是 這個滲透 以及 是叫做 有間諜的孔子學院 原來是這樣的 非洲兒童被滲透了 可能他們也覺得是 為什麼要學中文 說回這位參贊 這位參贊哥哥 其實就在中國住了15年 也是 知名的匈牙利漢學家 他的國家當然是位於歐洲的福地 被稱為 多魯河明珠 大家不要以為是德國有多魯河 其實多魯河是很多國家都有的 就是這個匈牙利 他就是匈牙利 駐華使館文化及 教育參贊 里斯特中心 匈牙利文化中心主任 艾登 那艾登呢 他就說 其實 這個中空關係 在兩國文化交流 是一個共贏的大路 一帶一路貫穿整個 這個共贏的局面 當然你說這句話 你就是政治不正確 如果你在歐洲說的話就麻煩了 現在都已經有些歐洲媒體就注意到 你是不是幫中國搞Papaganda 是幫人宣傳 當然 你說中國好在這個 政治正確的年代 當然是西方的政治正確 不代給我們 當然是被人射 這位艾登 原來很厲害 他曾經學過 匈牙利語當然是他沒有語 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希伯萊語 而且都是這些同聲傳譯 同聲傳譯很難 出於對語言的意外 他之前就決定學漢語 先後畢業在 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中國傳媒大學的 對外漢語專業 在學習漢語過程當中 艾登是愛上了這個 叫做 那麼有 深厚文化的東方古國 即是中國 不知不覺 都在中國 住了15年 住了15年 他亦說 其實 很多事情都很簡單 有些人想得太複雜了 那些 文化交流他們經常說 深透 其實不是 很簡單 只是有些什麼 過時過節 大家讀一下 互相的書本 了解一下對方 民族服飾 民族樂器 還有一些瓷器 還有匈牙利葡萄酒 當然我們看到 匈牙利民眾 有些人就覺得他們的祖先來自東方 當然這個是考證不了 考證不了 中空兩個民族曾經 都是相當地 相似的 有些 但是 你說是不是 他們就說這個匈牙利人就是這個匈人 匈奴 其實 可能 這個考證 很有爭議 這個很有爭議 名字有少許相似 因為 挺有爭議 很多人就說不是 當然 這個我們不知道 很多人就 說是 這個很有爭議 我們不是歷史學家就不知道 另外 艾登也說 原來匈牙利有著過百年的漢 學研究 傳統 現在匈牙利已經有 這個糟糕了 我擔心你這樣說 馮德來欣要求你拆了 拆了那些 孔子學院 原來 匈牙利有五個孔子學院 當時 歐盟說孔子學院 因為和美國要 連成一氣 孔子學院是滲透的 原來匈牙利有五個孔子學院 分別就是羅蘭大學孔子學院 塞格德大學孔子學院 其中大學 中醫孔子學院 有中醫 當然 其中三個孔子學院是教 中國傳統文化和語言的 亦有兩個 學院是教授中醫和中藥的知識 不經不覺 原來 匈牙利 和中國已經是建交73周年 中空雙方關係近年 當然 我就覺得是一個 健康穩定發展 當然 你說健康穩定 你和中國走得那麼近 你不要說匈牙利 就好像我們途中那位 塞爾維亞總統沒有契旗 幾年之前擲飛機 歐盟也扣他母子 為甚麼時候拿飛機 雖然幾年之前擲 人家交貨在過陣 其實 匈牙利 國內也有不少人對於漢語 都挺有 興趣 沒錯 艾登也說 現在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匈牙利人越來越多 加上近幾年 中國電影原來 是走入了匈牙利 中國的旅遊文化周等等活動 在布達佩斯商 都是 成功舉行 還有漢語橋 水立方杯 等等海外華人的 中文 歌曲大賽也吸引了一大批 喜愛中國文化的匈牙利學生參加 同時匈牙利政府 在中國商界也舉辦了 布達佩斯節和匈牙利 當代 藝術展等等活動 令兩個國家 的 這個合作是越來越緊密的 他也說到這件事被西媒批評 為什麼說一帶一路 原來 匈牙利在2017年中空兩個國家宣佈 全面 建立全面的戰略夥伴關係 中空關係 進入了一個換黨提速的歷史階段 即是加速 作為第一個 和中國簽署 關於共同推進一帶一路的 建設 政府間合作文化的國家 你記住 他是第一個 所以 歐盟當他眼中釘 一帶一路你是第一個 其實一帶一路也為匈牙利帶來了不錯的實力 記得當時 匈牙利不是有一筆很大的投資 製造電池嗎 其實歐盟國家很紅 不如你避免那麼閒就沒辦法 那我就教了 沒錯 其實我覺得這位匈牙利的參贊 他說得對 其實國家互相尊重互相合作 比對抗好的 是嗎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